哈喽大家好我是皮仔 今天是一期双11的购物分享 还有优衣库最新JW Anderson合作系列 小个子值得入手和踩雷的款式 以及最近我特别喜欢的拖特包 一起分享给大家 折扣码和尺码等详情 我都会帮大家整理成文字版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 那我们就抓紧开始吧 第一件就是这次优衣库和JW Anderson合作系列出的一件衬衫 也是这次合作系列里面 我个人最喜欢最推荐的一件 它这个颜色就是非常清新干净的那种婴儿蓝 特别的衬肤色 穿起来就感觉是一个身上香香的女孩 然后胸前有一个JWA的这种刺绣的装饰 会增加一点学院风 它这个面料的质感超级的好 有一定厚度 就不是春夏的那种薄衬衫 很适合秋冬来穿 手感呢又很绵 就是那种敦敦厚厚的衬衫 看着很高级很贵的感觉 然后这个蓝色我觉得坐内搭穿在毛衣里 露一点这个领子边也很好看 尤其是配这种灰色 然后鸵色呀白色黑色什么的也都很好看 因为这个衬衫比较厚嘛 我觉得直接搭在大衣里面都可以 那绣场我穿也很合身 就很方便行动 肩线什么的也比较合身 所以坐内搭就很适合 一点都不臃肿 这件的食物真的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买这件衬衫 然后价格也比其他的那种合作系列要便宜 这件真的超级超级推荐 然后是这个花灰色的毛衣 这件也是这次优衣库和JW Anderson合作的系列的 它是这种杂色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很好看 然后袖口和领口都是做了一个拼色的设计 毛衣比较休闲 然后长度也是一个短款 我穿的话是在胯椅上的位置就很干练 就非常的适合像我这种小骨架的小个子 版型会有一点点宽松 但是它套在外套里面做内搭也是可以的 等一下会用它来搭配大衣 肩线有一丢丢的扩肩 那JW Anderson他们这个合作系列整体都是比较偏年轻休闲的 价位的话呢跟其他的那些合作系列相比也是最低的 这个系列基本上和优衣库那些常规款的价位都是一样的 那这件毛衣呢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面料的话呢是含7%的羊毛 手感是完全不扎的 因为这件毛衣它是属于优衣库那个舒服雷毛衣系列的 那这个舒服雷系列的毛衣呢就是主打这种松软轻肤 所以这件它贴着皮肤穿是完全不扎的 皮肤敏感的姐妹可以放心购买 那下面搭配的这条裤腿裤呢之前就用它来做过搭配 它是非常有气场然后很高级的那种裤腿裤 它在腰这里呢是做了一个裤缝的褶皱设计 就比较立体也很显瘦 对小腹这边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那这条裤子它的面料呢会稍微有一丢丢的厚 就是比较适合秋冬来穿的 但它不是特别特别厚的那种 然后这个裤型我觉得很好看 它的裤管不是特别肥大的那种偏细窄 再加上面料会有一点点的垂坠感 所以穿起来特别的显腿长 我这条是最小码 裤长的话呢我穿还是稍微有点长的 如果穿平底鞋是会拖地 那它裤脚这边有一个扣子的设计 如果你显长或者想要更有设计感 可以这样翻边扣起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那种戴裤边的西装裤 算是可以调节长短的两种穿法 腰尾我穿很合身 然后它后腰这边是有松紧的 穿起来会比较舒适 搭配的这个包呢是被董捷种草的 最近非常火的这个松茫的瓜尔托特包 拿到手之后它这个质感真的让人非常惊艳 侧边呢有一点像瓜尔咖啡的感觉 是有一个这种磁吸的小口袋 那日常我们出门要装手机啊卡包什么的 就可以装在这里拿放都非常方便就不需要再去翻包找了 然后它是有两根肩带的短的这个呢可以单肩背 长的这一根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可以这样斜跨着背也可以单肩背 或者手提也可以 那我这个呢是中号可以放得下13寸的笔记本电脑 那它还有一个大号是可以放下16寸笔记本电脑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中号会更加适合大众的身材 就更使用一些像我这种155的身高来背的话 它这个肩带也不是很长 是在我屁股以上的位置不压个子 然后它这个皮质呢是牛脊皮的非常非常的软 所以它会有那种塌塌的松弛和慵懒的感觉 然后肩带这边拼接的是硬一点的头层小牛皮 它这个小牛皮的用量已经超过一只包的用量了 非常的适合通勤 除了几皮的以外它也有牛皮的 我觉得几皮的更有那种秋冬的氛围感和慵懒的感觉 这个包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设计很好看 然后大小什么的又很实用 那我也帮大家要了一个折扣 我会把这个折扣码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 然后搭配了一个珍珠项链 我觉得配在这种深色的毛衣上就很好看 格外可以衬托出珍珠的那种光泽感 然后它这些珠子是大小不太一样的那种淡水珍珠 看起来会更自然一些 中间有一个金色的小吊坠 增加了一些那种灵动感 就不老气 长短的是可以调节的 它搭配了一个这个珍珠的小耳钉 它是小颗珍珠的非常精美 蝴蝶结的形状 增加了一点可爱俏皮的感觉 但是又有那种珍珠的优雅 中间会有一颗小小的告石比较闪 我觉得这个耳钉平常戴衣很日常 那年底的聚会啊 party什么的戴衣非常的适合 就很百搭 耳针是925赢的不会过敏 下面这件就是刚才一直做搭配的一个双面尼夹克 它不是长大衣 所以它不挑身高 像我穿的话呢 就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位置 然后版型是这种H字母直筒型的 所以它的线条都是直直的竖线 这种版型也是适合任何人 不挑身材最显瘦的一个版型 那袖长我穿最小码的话呢 也非常的合身不拖它 这件夹克它的面料是含55%的羊毛 然后还含一些桑残丝 所以它的手感非常的顺滑 这件也是完全一点都不扎的 贴身也很舒适 包括它这个绒面 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它都是这样的长绒 质感非常的好 有一点像羊绒大衣那种绒绒的感觉 袖子侧面有一个这样的修饰线 就会比较立体 也有一种从侧边看分成两段的感觉 看起来身体会比较薄 有一个显瘦的作用 那这件夹克我觉得它有一点像 Toe Time的那个围巾大衣 那这件的版型和大小都要比 Toe Time那件更加适合小个子 它会更合体 我觉得配刚才那个蓝衬衫 或者这个灰毛衣都很好看 大家看优衣库这个灰毛衣 坐内搭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夹克除了白色以外 还有深灰色的也很好看 然后一直搭配的这个菜篮子包呢 也是Song Mount的 很经典的一个菜篮子的包型 用到的呢都是顶级的一个头层牛皮 这个是五位数包包用的皮料了 大家看它这个颗粒感 非常的有质感啊 那这种啊它叫衰纹 是把整张牛皮放在一个木制的大桶里面摔出来的 通过皮料的这种自然收缩形成的 所以它比一般的那种荔枝纹要更加的立体饱满 皮质软的很有型 既有松弛感又有菜篮子包的那种立体度 那这个包胎是没有太多logo的 就看起来比较低调舒服 也很适合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老秦风 我这个尺寸呢是中号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经典百搭和最实用的一个大小 像我这种小个子的身高杯也刚刚好 然后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能装 像这一只它的容量日常出门要用的 雨伞啊水杯啊手机 还有一些补装的东西都是能放得下的 里面带了一个内胆包 然后它这个长的肩带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也可以拆掉 所以单肩杯斜胯或者手提都可以 休闲风格职业风格或者中性一点的都能搭配 而且它也不挑年龄 就是20来岁到七八十岁都可以用 我妈五十来岁啊 它试背了一下也很好看 下面这件呢是一个毛衣的连衣裙 这个也是JW Anderson合作系列的 那它跟刚才那个灰色的毛衣面料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都是非常松软轻肤的这种舒服雷毛衣 含7%的羊毛 然后贴皮肤呢是完全不扎的 它这个版型同样也是比较宽松休闲的这种 不过这件连衣裙它只出了两个颜色 那我建议大家肯定是要买坨色的这件 因为另外一件是蓝紫色的 我觉得很难搭配 长度的话呢 我穿是刚刚过膝盖一丢丢的位置 差不多就在膝盖这边吧 配长靴就刚刚好 袖子对我来说会有一丢丢的长 领口啊袖口啊什么的都是有这种拼色设计的 那这件连衣裙呢 它的颜色也是杂色的 比较时尚吧 这次的合作系列呢 它们还出了一条更长一点的这种针织连衣裙 那一件的话 我这个身高穿有点太长了 所以就不推荐小个子的姐妹入手 这件的话它会更合身一些 配了一个这种珍珠项链 这个是斐多玛他们新出的一个系列 就是很简单的一颗这种淡水珍珠 光字度很好 搭配这种细细的锁骨链 那它这个链条呢是那种小圈圈的 在光线的折射下很闪很漂亮 然后它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很适合搭配这种针织类的上衣 然后跟那种粗一点的舌骨链什么的 做叠带也很好看 然后这个项链跟他们这个珍珠的耳坠 我觉得也非常的配 这个耳坠它是不规则的那种 椭圆形的一个带水珍珠的这种坠子 上半部分是半壁环的圆圈 还带一点纽结的这种小碎钻 有一点闪很灵动 但完全不张扬 像这种单颗珍珠的就很低调内敛 非常的优雅 冬天大家肯定不会只单穿一个这种连衣裙 所以我用这个毛衣的连衣裙做内搭也试了一下 是可以的哈 特别修身又收腰的那种大衣 可能是不行会臃肿 套在像现在这件直筒版型 然后稍微宽松一丢丢的大衣里 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这件大衣它的版型跟MaxMera经典的 那个101801非常非常的像 它这个面料的用料也很讲究 是含80%的羊毛 然后10%的桑残丝 还有10%的羊驼毛 不像一般的羊毛大衣 又硬又重 它是非常松软轻盈的 而且贴皮肤一点都不扎 摸起来也是带针丝的那种顺滑 包括这个绒线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很长的 质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性价比很高 那我这件是最小码的 长度呢是102厘米 我穿的是在膝盖下面一点 然后小腿肚偏上一点的这个位置 像我这个身高 就是1米5到1米6之间的小个子吧 选这种长款大衣 最佳的长度呢 就是在95到105厘米之间 也就是像这个大衣这么长 穿起来呢就会又有气场 又不压个子 再长的话呢 咱们就撑不起来了 这件它的袖长也是很合身的 侧面看非常的立体 然后我觉得配这个西装裤这样穿 会更加适合通勤 更日常 那现在里面搭配的这件毛衣呢 要比JW Anderson合作系列的那两件毛衣 都更轻薄合身一些 这种毛衣会更适合做内搭 然后胸大匀身的姐妹 如果怕穿那种宽松的粗磅针毛衣显胖的话 就可以选这种稍微合身 细线的这种毛衣 面料呢是百分之百美丽弩羊毛的 那大家知道美丽弩羊毛是完全不扎的 贴身穿也很轻肤 然后它这个图案就是比较简单的几何图形 非常日常 而且比较实用 就是单穿或者做内搭都可以 搭的这根项链呢 是斐多玛询问度很高的一条项链 三个不一样小圈圈的这种吊坠 我觉得这条比较年轻时髦一些 然后这个小圈就很可爱嘛 而且三个是不一样的 有小碎钻的 然后也有光面和灵格纹的这种 戴起来是又很日常 但是又有一些故事性的一个项链 它也是不太挑人和你的搭配风格的 就很百搭 随便搭在毛衣上 从远处看就很好看 现在他们是有双十一的活动 跟黑五的力度是一样的 也是全年价格最低的时候 我也会帮大家把折扣 整理在信息栏和评论区里 下面的是一个牛角扣的短款大衣 这件它也是JW Anderson很经典的 那种英伦学院风的一个大衣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小个子 面料呢含35%的绵羊毛 穿起来还是比较保暖的 不过这件它要比之前介绍的那些大衣 和外套都要稍微沉一点 就稍微会有点重 没有前面那些外套那么轻 然后它的长短啊 大小啊 包括袖长和肩线 我穿全部都非常的合身 就感觉像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那版型呢是直筒的 不挑身材 这种牛角扣 英伦风的风格 我觉得也很适合 像我一样小骨架的人 这件我个人还是很推荐的 另外JW Anderson合作系列 这次还出了一个姚立荣的外套 这件我就不太推荐了 因为我之前买过这个系列的姚立荣 面料呢会有一点塑料 质感一般 然后这次的格子 那个拼色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土 还不如他们常规款的姚立荣外套 下半身搭配的这个半裙 也是JW Anderson很经典的那种 英伦风的A字裙 这个裙子我觉得也不错 它是比较厚的那种 帆布面料 就很适合秋冬 然后这个裙它看起来很立体 非常挺阔 就感觉好像很硬啊 但是它其实很软 穿着呢是非常舒适的 腰围的话呢 我穿非常的合身 后腰也是带松紧的 就是舒适度很高 裙子长度呢 是刚好可以盖住 一点膝盖的位置 就是配长靴 非常适合的一个长度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很立体的这种褶皱设计 这个裙子的质感也很好 那这种A字裙 冬天的时候就是穿棉毛裤 它也很显瘦 下面是一件正反面都能穿的皮毛液体 这件也有点像Totime那个 很火的皮毛液体外套 Totime那件要3000多美金好像 那这件它是人造皮毛的 价格就实惠非常多了 它这个毛特别特别的软 仔细看还有那种羊羔毛的小圈圈 做工很好完全不硬也不塑料 手感就是软软绵绵的 另外一面是黑色皮面的 这面会更酷一点 我个人更喜欢白色毛毛的这边 我觉得这件就特别适合 咱们这种瘦小身材的人穿 像这种毛糊糊的衣服 就是咱们小个子 然后小骨架的人 能穿出那种软软糯糯 然后又很暖和的感觉 长度的话呢 是在我胯偏下一丢丢的位置 很合身 袖长也合身 行动很方便 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 当然这件就不太推荐 上身很壮或者尖很宽的姐妹来买 因为它都是这种毛的嘛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保暖 我觉得冬天在里面配一个 刚才那件蓝色的衬衫 或者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优衣裤的白色线衫就可以 不需要再穿那种很厚的毛衣 下面这件卫衣呢 超级超级的舒服 它这个手感摸起来 就跟那种很软很软的毛巾一样 特别特别的绵 我觉得这个卫衣 在家当一个居家服 或者睡衣穿也可以 正反两面都是这种 软软绵绵的材质 贴身穿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那这件呢 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 我穿最小码还挺合身 袖子也不长 胸前也做了一个JWA的刺绣标记 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像睡衣 也增加了它们英伦学院风的感觉 然后这个卫衣还有一个灰紫色 女生穿那个颜色也很好看 特别显白 两边戴口袋就很实用 这件它也挺保暖的 就是跟那种家容的卫衣 差不多暖和 我觉得配这个半裙就挺好看的 然后优衣库JWA这个合作系列呢 还有一件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 就是它们这个西装 我这一件是今年春夏款的 然后我看它们这次秋冬款 也是出了一件一样的 不过面料呢 添加了羊毛 更保暖一些 这件西装它的版型非常的好 是带一点点微微收腰的 既修身显瘦 但是又不老气 腰线的位置也很合身 扣子都是很好看的 复古做旧的银色 而且它们的面料呢 是有一些防褶皱的处理 就特别特别的实用 然后衣裳啊 大小什么的 我对比了一下 和我这个春夏款是一样的 那我穿是非常非常合身的 这件也很推荐 最后是这次JWA系列 唯一采雷的一件 就是这个毛衣 我觉得它胸前的这个花纹 穿在身上像一个球形 就有点显胖 这件我个人不太推荐啊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具体的尺码 折扣码之类的详情 我会帮大家整理在 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